若听闻陆无双的死法,杨过一定会后悔,你看陆无双被谁折磨而死 在一天时代,每当张无忌屡屡陷入凶险万分之境时,总有一个身穿黄衣的女子飘然而至 就张无忌于水深火热之中,使红石小妹妹称呼黄山女为杨姐姐 黄山女在飘然而去时又说了一句神雕侠侣,学技江湖 就样看来,黄山女无疑是杨过的后人了 但黄山女的出场方式以及言行举止却和古墓一脉有着天壤之别 原来杨过小龙女都是古墓派的传人,她们的形式作风都是低调内敛 古墓一脉也变得更加神秘莫测 不过黄山女出场之前,为何会传来一阵又一阵琴销合奏之声 带四名黑衣女子和四名白衣女子手持乐器 按照五行八卦的阵位分别站立后,黄山女这才姗姗来迟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还在后面,黄山女制服周芷若的武功 竟然是九银真经里的九银白骨爪 要知道,杨过和小龙女虽然在古墓里得到了重阳一课 但也只是为数不多的残缺版本 只有解学,臂气等屈指可数的武功 既然如此,黄山女为何会九银白骨爪 答案只有一个,黄山女的一身武功极有可能是成英传授的 原来成英乃东斜黄药师的关门弟子 黄药师还改良了九银真经 继而被郭靖将改良版的九银真经放到了以天剑中 也就是说,身为黄药师的清传弟子 成英精通一律,五行八卦 也学会了九银白骨爪 但杨过退隐前将玉女心经赚给了陆无双 陆无双也是李莫愁的徒弟 算得上是古墓派的正统 为何黄山女不学陆无双的武功 反倒成了成英的徒弟 笔者认为,杨过小龙女退隐之后 陆无双的确接过了古墓派掌门之位 她和成英也从蒙古人的刀兵之下救出了不少女童 将他们收入古墓一脉,还取了杨姓 然而陆无双生性刚烈 一次与一位邪派高手对决之时 以命相搏计而被折磨而死 如此一来 古墓派的传人黄山女为何会桃花倒一脉的武功 就能解释得通了 话说回来,杨过退隐之后 哪些邪派高手能有如此修为 竟能将陆无双折磨至死 通过以天屠龙记的设定来看 在杨过退隐之后 张三丰崛起之前 有这么一位高手换作百损盗人 他自创的玄冥神掌厉害至极 众长者或许不会当场毙命 但在苦苦支撑了数月之后 人会被体中的寒毒侵蚀 发作之时寒毒袭身 痛不欲生 好比年仅十岁的张无忌 又曾中了玄冥二老的玄冥神掌 为了给张翠山保留香火 张三丰联合宋远桥 于连州 张松熙等弟子努力了七天七夜 人无法将张无忌体内的寒毒驱除干净 玄冥二老的玄冥神掌 都能让张三丰望洋兴叹 更何况是玄冥二老的师父 白笋道人可以遇见的是 杨过退隐之后 陆无双接过了古墓掌门之位 为了能将神雕大侠阳 善除恶的精神继续发扬下去 陆无双普恋玉女心经 成为一位产间除恶的女侠 又过了几年 中途落到了蒙古人的手中 忽必烈为了巩固政权 除了招兵买马之外 还四处招揽武林高手 他耗费重金 请来了一位邪派高手白笋道人 白笋道人凭借玄冥神掌 在中途里刮起了一阵腥风血雨 听闻白笋道人无恶不作 陆无双当即挺身而出 和白笋道人有了一场 惊心动魄的对决 陆无双修炼多年 武功有了质的飞跃 但终究博了一脚 夹之天赋有限 陆无双使出浑身解数 虽然击杀了白笋道人 仍也中了白笋道人一掌 回了古墓之后 陆无双苦苦支撑了三个月的时间 终于抵不住寒毒的折磨 痛苦万分地死在了古墓 此时的杨过 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个无名山谷里 过着与世隔绝的田园生活 倘若他听闻了陆无双 如此惨不忍睹的死法 会不会后悔 当初没有带着陆无双 一同退出这个纷纷扰扰的江湖